有关多米诺骨牌的玩法大家一定见识过不少 而今天的这位外国小哥却要用多米诺骨牌玩点别的花样 到底他如何来玩呢 还是让我们一同去看看吧 小哥在坊间门口的地板上密密麻麻的摆放上了五颜六色的多米诺骨牌 小哥想用这样的迷魂阵来测试一下 他家的猫咪和狗狗看到后会有怎样的反应 一切准备就细猫咪就进了坊间 一看到地上的多米诺骨牌挡住了劝主 聪明的猫咪就选择了靠强调的一条路线 很轻松的就绕开了多米诺骨牌过去了 没有碰到一块多米诺障碍 小哥再次增加多米诺骨牌之间的孔隙更加的狭小 但猫咪再次通过时又换了一条S的道路 还是很轻松的就过去了 始终没有碰到一块骨牌 小哥不太相信猫咪有如此好的协调的能力 继续加了拿路 在多米诺骨牌中间又添加了许多块的多米诺骨牌 再次对猫咪进行测试 猫咪依然表现的近乎完美 而轮到狗狗冲上时 狗狗看到这么多新鲜的玩意 用鼻子闻闻这个又闻闻那个 不时的就将骨牌碰倒了 而且在通过这些骨牌时 他还选择了跳跃 可这一跳又撞倒了不少的骨牌 但狗狗却丝毫不管那么多 看了今天的介绍 大家都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 这里有更多精彩资讯 等着你们 记得点关注不迷路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